兩年一次的全國運動會 昨晚在新莊體育館熱鬧舉辦開幕典禮 而身為主辦單位的新北市市長 侯友宜致辭時就說到 曾擔心疫情會影響全應會的舉辦 但如今看到運動會順利開辦 心裡是無比的高興 而蔡英文也表示 今年是體育大爆發的一年 十分感謝選手和團隊的付出 而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 昨晚精彩的開幕典禮 我們以堅定的立場告訴我們自己 新北市一定可以守住疫情 讓全國運動會在新北市辦得 圓滿順利成功 我們做到了 我們做到了 我們能有這麼多優秀的運動健將 展現體育發展的實力 這絕對不是偶然 而是靠著各位選手 教練團隊今年累月的努力 那麼過去這幾年政府相當重視體育發展 這些的努力都在今年的東京奧運上 展現豐碩的成果 而聖火從網球國手盧彥勳以及跆拳道選手 羅嘉玲的手中點燃 宣告全國運動會正式開幕 而接下來將會有一連串的賽事進行 請竹文朋友持續鎖定原事新聞 我們將會持續為您帶來更多的賽事消息 請竹文 請竹文